好 我相信待會兒那個寶哥 應該會給他加分 我看了那個 我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建民有潔癖 非常嚴重的一個潔癖 所以你看那個車子的話 保養得有夠好 對 我看江老師那個車 在看我這台 我這個更新的沒聊天 他那台車子 那你難怪他那台車子 你還給他開到45萬還是50萬 對不對 你自己的車子保養得很好 我非常嚴格 連我自己水可以 只要超過水的飲料 通通不准在車上喝的 然後也不准吃東西 那要坐你的車子很麻煩 對 但我每看我車這麼大 我通常不太載人的 那你幹嘛買那麼大的車 就喜歡大車 就覺得很舒服 可是大車你沒有想到一個 非常實際的一個問題嗎 我知道你要講耗油油 對啊 你這台車子多重 你知道嗎 你這台車子多 兩噸多 不是兩噸嗎 兩噸多 對 2.4噸 兩噸多 兩千多公斤 你這個油耗的錢 現在是還好油價稍微降了一遍 要不然你那時候的話 我拿車的那天已經沒油了 我就先開去加油 這樣嗎 對 然後我開去加油 後面就有一個開Lexus 450的阿伯 他下來就看到我的車 笑你 你這… 加了半個小時還沒加完 你這車很棒 霸氣又大大人 然後就一直跟我聊天 我說我是賣的 然後加完 他說我靠腰 加完…那個時候加滿三千七 三千多 加滿三千七 不行… 他說看你那個數字上一直跳 白皺已經走了 加在那邊加油 你加這個油的 加…加油 你花了三十分錢 所以那個加油每一次的話 你這個一個月這樣子加油費的話 因為你拍戲怎麼都會… 而且拍戲跑很多 很遠的地方 對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乃哥實際上 幫我們試駕一下 這台車子的話 在性能上面到底如何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對SUV稍有研究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 平時的這個SUV 我一坐進來發動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 它這個V8的長線度 但是我覺得有些微的震動 也等一下可以檢查 它的那個引擎角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老忘 那在隔音的部分的話 還有內裝其他的部分的話 都維持得是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現在接下來 我應該去試試它的性能 包括它這個 7速的自排編輸箱 還有這個V8的引擎 它的順暢度 當然最重要的 還有它的氣壓式的懸吊 它的作動是不是 完全沒有故障 因為這一部車 JL最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出現在 它的那個氣壓式懸吊 比較容易換 然後分動器的部分 然後可能會比較漏眼 這一台JL呢 它的輪胎選配是比較 環胎 就是它的扁平比比較高 所以其實開起來 它車身又大 所以它的搖晃感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車主本身沒有這個越野的需求的話 那我建議它可以把輪胎換大一點 換取比較好的行路性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 變換車道的時候 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明顯的測試 那這個它的動態也反應也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這一部是4660cc的這個V8發動機 它的馬力可以到340匹 所以它在0到100的加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大概在7秒多左右 其實在拖動這樣的程序來說的話 這個成績是滿足夠的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說 它的那個七速變速箱 我們都會說 為什麼它是用這個懷檔式的排檔 其實SUV用懷檔式的排檔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越野或者是在行進間 其實都是去固定一些檔位 很少會去更換它的檔位 而且剛剛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做一個緊急煞車的一個測試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重量雖然非常的重 但是它在煞車的那個路道 它的輔助性 甚至比一般的房車更加的平順和優移 那我也可以看到它中央的部分 它在這個中央的出風口 它為乘客座也做了一個 然後所以它做了雙分離天窗的設計 所以它對於一般駕駛人如果是七個人滿載的時候 它後面的行李箱空間也夠 所以它實際上非常適合一般比較家族龐大的家庭去使用 那我們可以感覺到 其他式避震跟一般的避震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它其實在處理這個不平的路面的時候 它的反應會比較快 剛剛花了一段時間去試駕這一部GL 那我們在建民哥這一台車上可以看到 它使用痕跡上可能只有在方向盤出現 包括它其他的這些安部的部件來說的話 大概都跟兩年的新車差不多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引擎上面的人 有一些纖維的震動 那據建民哥來說 它的四支氣壓式的避震器 才今年在剛換掉 所以剛剛在試的時候 它的動作都是很順暢的 那也沒有其他的問題出來 我們來看看GL的機械配置 它使用的是一個V8的引擎 那我們剛剛在試車的過程中 這顆V8的引擎運轉是非常細緻 但有一點點小小的震動 可能是一些引擎腳的老化 但那都是正常的 那我們也可以感覺得到 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一顆引擎真是一顆好的引擎 現在開得最爽的應該就是乃哥了 那個建民,你會不會覺得 你這部車子的話 輪子跟車身不成比例 我這樣子看的話 我還是覺得它的輪子… 對…我常常會覺得 我常常會覺得我的輪胎跟那個… 大頭小身 對,大頭小身 對…就會覺得那個細縫稍微大了一點 那你這個怎麼又把它換大輪圈 我就沒有想要去跟動它 其實換大輪圈有一個缺點 優點當然就是行路性會好一點 不會晃得那麼厲害 缺點的話當然它就彈跳比較多 第二是可能會比較耗油 會更耗油 對,會更耗油 它輪圈如果加大的話 加大的話 它如果要換的話 你建議它要換到幾號 我覺得升一級19剛剛好 你升到20的話 可能油耗就會比較大 因為18到20 它的輪圈的重量就很重 對 雖然它馬力是夠 但是它… 它的輪圈變大 比如說升兩級變20號以後 20號它的升降的那個 不會影響到 它是因為你的輪胎幣也要變薄 對 你要配置你適合的輪胎 不然你的時速表會有誤差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它剛剛你在看的時候 你在自駕的時候 說它有一個震動 你有發現嗎 你在看的時候有那個震動 沒有耶… 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都… 我的車況都還保持得滿紅的 對 可能它們比較少的是這個關係 它的引擎腳 這是我們剛剛龐德也有遇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看老車的時候 它的引擎腳 其實大部分都是需要被更換 所以它那個引擎 照理說它的 它應該是這樣 這樣扭動 它有一個慣性 但是它有一點碎症 大概就會有 有… 對 這樣子講就有了 對…就是你車停好 所以你稍微踩油門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感覺 但是那一個 還不至於到影響到行車 或者它的中骨 它這個有沒有立即要更換的必要 完全沒有 因為我是說它是很輕微 這叫做雞蛋裡面挑骨頭 OK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這部車子 在試駕的過程當中的話 應該獲得很高的一個評價 好 緊接著 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的顧駕 也歡迎這個乃哥要進場 來幫我們一起來顧駕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墨田人這一部車子的話 你要不要改一下你的那個 先不要看他們的答案 你要不要改一下 你本來說120萬 我覺得寶哥估的那個135 150… 150… 那馬上要價錢 150我可以接受… 150你有要賣嗎 150可以賣嗎 150可以賣嗎 對 因為我想換…我想換車 好 讓我們評估一下 目前這部車子的話 是買入年份的話 是2011年 買入價格是240萬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老師 那個… 我通靈… 柏樂 你那個車… 你的俠願報復 你那個太…太不老實了 不是… 人家車子保養成這樣子 你看過袋子以後 居然還可以… 你看到我車上有不乾淨的東西 其實我會估這個價格 有兩個原因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個 搶鏡頭 有話題嗎 專家故意啊 那就沒有話題 那為什麼故意150算 其實第一個就是搶鏡頭 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 還是搶鏡頭 我有一個消費者的立場來講 就是說 你買這個新車大概400多萬 可能快500萬 但是一個消費者 因為剛才主持人有講說 這台車是稀有的車種 台灣根本沒有賣 那如果我是一般的消費者 我認為說 我要買這台車 中華冰箱沒收 我要去拿的地方收 如果說拿到一般的車長去 又怕擔心說 如果出運去 中華冰箱不會收 你如果派進去 沒有收 另外是 它零件到哪邊找 它可能要國外進行 它跟ML很多零件共用 對 所以我認為說 第一個是 以消費者的立場 我覺得說 稀有車種 我認為中古車的行情 一般來講 它的數量 新車賣得很少 中古車的資料 我覺得接手應該也很少 因為這種是稀有車種來講 可能見平喜歡 那不見得一般消費者能夠喜歡 那如果說我花了180萬 200萬來買這種車 我覺得說 在中古車我覺得有點價格高了 好啦 差了25萬 我們已經給他 我們差了25萬 我們已經給他 分身分的資料 老師 你在顧這個就是 很明顯就是不送 不是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龐德 龐德其實在這裡面的話 給的價格還不錯 它現在加了5萬 本來是180萬 現在變成185萬 因為那個氣壓必定器換了 對… 所以你前面是不換 所以你前面其實本來是懷疑 就是說那一個地方 對 時間到了也是不換 對 那個是一個隱憂 那是換單加分 好 來 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下寶哥 寶哥也漲價 寶哥也漲價 也漲價 多了10萬塊 所以你剛那樣子介紹的話 其實對於你的車價有幫助 那有乃哥的果哥 是你嗎 不是 是他 他那個… 他那個高速過彎加分 不像那個博樂的那個 還可以在車上聞到說 還有燒焦物 不過建民這部車 如果在我們二樓市場 一定是很棒的一台 因為以我的經驗來看 第一個 他是非常愛車的人 這跟一個人的習性有關係 你看一塵不染 那個內裝 它的質感就是亮麗在這裡 好 來 最重要我要看一下 這個乃哥給的價格 因為乃哥實際上 從外觀以及內裝上面看 因為有時候他們出去 他們也不好意思講 有些東西他們在鏡頭前面沒有講 直接看價格就知道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乃哥 乃哥給的價格 我必須說 我們今天錄影 大家都知道 他給的價格一定很爛 我們在錄影 他今天在那邊… 在那邊… 他今天… 也不能改 我必須說 他講成一個 對 因為我… 我必須說 我們在見價 我們會聊天 但我們不會講價錢 對 每個專家、每個來賓 都沒有講價錢 但我覺得我今天真的是… 對嘛 150萬跟我們一樣 這樣比他把你的車子超成這樣 給的價格是給最低的 來 姜老師 姜老師還比較有良心一點 沒有 我覺得我有慧根 你知道嗎 我可能可以去學一下這個風水了 你知道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乃哥給的價格 然後乃哥給他的價格是 來 那個姜老師我看你 我一樣 150萬 乃哥給的價格跟姜老師 給的價格是一樣的 乃哥給的價格是150萬 你實際上從外景上面 告訴我們所有的答案不是這樣 他這台車是幾乎完美 是因為他以這個等級來說 但是我有 我必須要說 他還是缺少了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重要 第一個 他少了他的四驅的Lock的系統 GL450在國外 是有出這個系統 如果你有選配到這個系統的話 這個車就是完美 他沒有 他有那個動力放大 就是加力箱的功能 可是你少了這個四驅Lock 就前輪鎖定 後輪鎖定的 這中央差速器 少了這一個 我覺得SUV就是少了S 就少了Sport這個味道 你只能算是比較大 很像MPV的一台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用 第二個是 我們都必須知道 2004年賓士在調整他們的漆面 他的漆都比一般的漆 車漆 其他車廠大概好40% 硬度高40% 所以我們怎麼看都覺得 他亮晶晶有沒有 閃到眼睛不行 可是你進去看 全是太陽紋 就是那個打蠟的太陽紋 這樣子旋轉的 旋轉的 對 一圈一圈的 非常明顯 可是這樣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就是因為 賓士的漆就是很難 賓士有這樣子嗎 對 你不是很... 古貓的人怎麼會弄到這樣子 我的潔癖讓我手很賤 我只要看到比方說鳥屎 馬上打蠟 對 我就弄水 然後我就隨便拿一塊布就差了 可是那個看起來都像菜瓜布刷的 就刮痕非常嚴重 真的… 因為他拿那個抹布 抹布上面可能有一些沙粒 然後它就這樣子 還是說你拿到那個… 我常常這樣 什麼電汽車… 沒有…我一定熟悉… 所以龜毛有時候太乾淨 就是有時候保養過度 可能也就是發炎 可是他這裡有辦法抽烤還是甚麼 我覺得那沒辦法 因為它太嚴重了 這麼嚴重?我自己都知道 但是車機外觀看很漂亮